1001夜大结局,灯轮热吧终于修成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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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邓伦,迪丽热吧主演的电视剧《1001夜》正在热播中 在剧中,热吧扮演的是一个花痴少女,对记忆超群 英俊帅气的白海十分迷恋的007 到后来加入花家以后,才发现了白海的秘密 两人在梦中上演了一场场啼笑皆非的故事 虽然007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外表大汗但内心却是一个萌妹子 虽然在梦中与白海一次次的相爱,但在现实中却一直不敢跟白海说出真相 在白海的梦中,她因为童年的阴影每次醒来都会忘记007的样子 知己的一些细节,就这样相爱相杀的两人,越来越接近彼此的心了 最后,因为007的乐观和爱让白海克服心理的障碍 就连见机性色盲也被彻底给治愈了 白海在城堡中跟007就昏了 两人也成功地在一起了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两人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在剧中,除了有007和白海这队CPE以外 还有两队,都分别是陈墨和周欣妍,墨南和陆宝妮 由助去单扮演的周欣妍是白海粉丝会的会长 一直暗念白海,但白海对她并没有好感 只是把她当作朋友来对待 甚至还多次阻拦007进入花家 中间还对多次阻隔两人在一起 也不知道中间会不会黑化 不过最后周欣妍和白海的秘书沉默走到了一起 其实陆宝妮是一个极为自恋的女生 同时也是007的好闺蜜 与墨南有着小姐妹的情谊 每当陆宝妮遇到问题的时候 总会及时现身 直到后来陆宝妮发现自己已经爱上墨南 但墨南喜欢的却是007 据说在途中墨南还向007求过一次婚 只不过可惜的是被拒绝了 最后还是和陆宝妮走到了一起 墨南的身份也很有可能就是创向幕后真正的老板 来到花家只是为了刺探军情 1001夜007沉默成为盟友 彼此助攻反击早日脱单 电视剧《1001夜湖南卫视》正在播出 剧中沉默一直暗恋周欣妍 可是他的表白却遭到周欣妍的拒绝 一句你神经病啊 沉默被受打击 找到007做他的花医师 告诉007只有他懂他 他们有共同的经历 都是暗恋多年表白遭到拒绝 都是受了伤害的小可怜 沉默和007瞬间达成一致成为盟友 沉默让007帮他做了求爱花束给周欣妍 而周欣妍也找白海帮他做了绝情花束给了沉默 沉默认为这是明显的开始叫板了 绝不能祝给他们 007给沉默准备了碾盘之爱花束 并写字挑要和白海打赌 赌沉默一定能追到周欣妍 愿赌服输 如果赢了让白海给他俩一个机会 007被白海调到花店做店长 消沉了一段时间的007又满血复活 决定不放弃白海要和他死磕到底 因为微信被白海删除 无法联系 路宝妮之招让007想尽办法把白海约出来 007立刻想到了盟友沉默 沉默把白海的行程做了变动 给予给007创造机会 看来007这次有沉默的助攻 重新追回白海指日可待啊 这次有沉默的助攻 熟悉尽莲 熟悉尽莲